国际形势的蜂蜂变幻 就从今天来说 美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急速炸弹 而且这个事情在俄罗斯影响不小 因为最近一个月以来 乌克兰一直在进攻 所谓进攻的重要阶段 而且反攻的部队一直冲破了俄罗斯的防线 而且整个乌东地区面临着被解放的威胁 当然俄罗斯也不甘示弱 俄罗斯此时此刻已经调集了十几万的军队 在东西一线的部阀 那这么多密集军队情况下 使用急速炸弹 无疑是最有杀杀力的武器 我们知道急速炸弹 一颗炸弹可以把几个足球场灭迹的人同时杀掉 但是一颗炸弹爆炸以后 杀出里边的钢珠 钢珠袖速崩裂 就是说几十万颗钢珠落在这些地方 当然士兵就是很难有生存的 当然也有可能说 包括坦克呀 其他轻型的装甲车呀 也容易被急速炸弹炸掉 这是一个非常有杀杀力的武器 在我看来的 乌克兰其实他自己的有这个技术 生产这些武器 因为在前苏联时代的 俄罗斯的主要工业 主要科技工业 武器工业的 结束在乌克兰地区 但是最近二十年以来的 乌克兰这方面发展非常缓慢 而且而且是技术人员的 纷纷撤到中国 撤到俄罗斯去 自己的武器制造能力的 非常脆弱 当然这也与乌克兰的政治 不成熟造成的 他根本没有在武器工业上 下加大的功夫 而且经用的一些原子弹 就是核武器的 在九三年九四年时候就销毁了 得到美国和俄罗斯的承诺 以后就销毁了 这个销毁的 对他国防工业是个重大的损失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乌克兰保持 哪怕是五百颗到一千颗核弹 甚至哪怕两百颗核弹 俄罗斯敢这样进攻吗 还需要向别的国家 进口武器 或者是乞讨武器吗 当然 历史不可以假设 不可以重复的看 我们此时此刻呢 得到乌克兰是非常需要武器 而且根据得到的消息呢 美国准备在近日 向俄罗斯向乌克兰提供 进攻俄罗斯的八亿美元的武器 这个八亿美元武器呢 我想很多一部分 可能是进入了美国 九火朝的口袋呀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急速炸弹成为一种重要的选择 我认为这个武器呢 更多的情况下 是对俄罗斯的威胁 俄罗斯的士兵嘛 当然得到这些武器的 将进入乌克兰以后呢 肯定会四散崩逃 因为这种武器的杀杀力是极大的 所以说对他们来说 我认为这次急速武器的作用 更多是对俄罗斯的威胁 而实际中呢 操作的话我想会少一些 当然根据梅德威杰弗的说法是 如果整个这个 乌克兰要使用这样武器的话 推向核战争 向核战争更多的走进一步 就是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当然我又想了一下 即使使用了核武器 难道美国和欧洲 用核武器来报复吗 现在也是一个问候 所以说呢 在这个强权的社会里边 没有真理 说只有谁的穴头大 但是我们也是 从善良的愿望着想的 祝愿乌克兰人民 迅速能战兽 俄罗斯这些入侵者 迅速保卫自己的和平 然后呢 恢复自己国土的原药 迅速能发展生产 这是我们一种善良的愿望 感谢您的愿望 感谢您的愿望